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現在 你必須親自看看這改變的結果 我來這個 喵 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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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大风 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今天要说的是什么吧 没错 就是自由创造不凡 你想成为那个特别的人吗 对单调的日子感到厌烦吗 每个人都是特别的 是不是觉得这只是去安慰人的话 很遗憾 我也觉得这句话不是真的 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 但我们所拥有的那些特别不一定能被看见 有时甚至连自己都看不见 就会成为社会上的小螺丝 当然啦 这也没什么不好 不过既然你们今天都来了 我还是要来谈一下 什么是特别 还有该如何显现自己的特别 如果你问我 我会说要活得够自由 要活得够像自己 不愧是大风 还是样能扯 你别一副看不起 他去年才被时代杂志 成为百大影响人物 说是亚洲首区一指的艺术家 也是啊 靠那一张甜嘴巴 把吃过苦头都说得跟美式一样的 不知道多少傻弟傻妹 就这样学他不顾现实去做梦 你有资格说他 但我没有 我可是很尊敬他呢 至少他从头到尾都忠于他所爱 当然 我也曾经迷惘 那时候在国外整天只知道买手读书了我 动不动就因为瓶颈而心烦意乱 还好有好朋友陪着 我才能度过那段煎熬的日子 每个人一生中 都一定要有一种好朋友 他会在你失忆时 以一种更落魄的姿态扶你一把 而我很幸运的 我就有两个 他们俩 如今结为联礼 互许终生 恰巧他们今天都在这里 那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请他们为大家勉励几句 我们 护许终生 哈哈 分开 no sea my friend 是啊 好久不见 恭喜你大风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 我这朋友啊 可不得了了 刚结束世界巡回演唱会 前一秒才出关 下一秒就来碰我的场 让我们欢迎 知名创作歌手 陈亦云 成功的男人背后 当然 有个贤熟的好妻子 呃 所以猜下我现在还不算是成功的男人 得拜托各位lady多多关照啦 让我们欢迎小光 呃 那现在就请陈先生来问我们说几句话 真的 我没有准备要说什么 啊 随便啦 你说什么他们姓什么 不然朋友们老婆啊 加油 加油 大家好 我是陈亦云 这是我妻子小光 我不像大风一样这么会说话 不好意思 大风的成功 大家有目共睹 谢谢大家这么支持我的朋友 我们三个从小一起长大 一路鼓励彼此 如果没有他们两个一直陪在我身边 我应该也不会像今天一样 算成功吧 大家的反应很热烈啊 搞得我都要吃醋了 呃 那陈太太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大家分享的呢 没有 呃 呃 那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请问这两位成功人士的呢 哦 那位先生 你 嘿你好 不好意思 其实我是音乐领域的相关工作者 其实不太认识您啊 想请问一下 那您对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想必不是一路顺畅的人生吧 那难道是没有遗憾吗 遗憾 不 每个人都有遗憾 能像大风说的那样 为所爱的事物而努力不懈 那才叫做成功 那么请问那些找不到自己所爱的人该怎么办呢 是该责怪自己 还是或许有什么阻挠着他 陈太太 您的先生这么热爱音乐 那么请问您是否有时觉得被冷落 您有自己喜爱的事物吗 我 这位记者小姐 请你不要这样 嗯 我想我是属于大风 刚刚说的那些平凡人 也没有什么不好对吧 我们还是把舞台交还给重要的人吧 各位 对 我很爱音乐 音乐滋养我的生命 而小光更是我生命的部分 小光 你负责的那家公司又打电话来抱怨了 可不可以赶快处理一下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好吗 是是 我待会马上打电话给他们 非常抱歉 如果要仗着老公是国际音乐人 你就马上辞职回家当贵妇 不然就好好把小金人的工作做好 OK 你在干嘛 哎哟 讨厌啦 你忘记我了吗 训会的时候 我们可是每天都在一起耶 不要因为回国之后 小见面就忘记我了吗 我还以为 你会喜欢有自信的女人耶 而不是一个小女孩 小光 好啦 不管怎样 不要忘了我们的小约定 今晚莫跳见喽 小光 他是谁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刚才对话我都听见了 小光 别追了 唉 你们的事我也觉得很遗憾 这怎么可能 我这么爱小光 怎么会爱刚才的女人 虽然你那时要小光专心读书 马拉松也确实从他的生命中消失 但他还是没办法如你们所愿考上好大学 后来你进入音乐学校 大风出国留学 他就是继续读书读书再读书 当然也如你所愿 他一直陪在你身边做你的玄内助 或许他已经不是你当初爱的他了吧 我以为这样我们不会分开 早就跟你说过了 一个决定本来就不会只造成一种结果啊 而且现在他不是如你所愿平安无事了吗 你要的不就只是他的平安吗 别贪心了 就算他不再爱你 就算他成为别人的妻子 你也应该要祝福他啊 爱一个人不就应该这样吗 现在在这的不是原本的他 也不是真正的我 你们要我怎么接受 他不知道我是为挽救一切不幸而从未来回来的 我要去告诉他 告诉他真相 让他知道我是为弥补一案而回来的 行了 小光 我是从未来回来的 我不知道过去这几年伤了你多深 但你可以再给我个机会吗 跟我回家 一起保护我们的家 为何我这么多 好 你的梦是个不切实际的梦 路走完的尽头 只是一片虚空 此时你正在一步步一步步接近死亡 为何我这样做 或许平凡才算是世纪的梦 路走完的尽头 只剩你还有我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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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的梦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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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定不保留我 从未来到这里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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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尚尔尔尔尔尔砝 Maryland 你还是不是真正的你 我们已失去真实自己 相信我 听我说 为何我 这么说 这么做 你懂得 各位乘客 现在停靠休息站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后 重新起航进入伊诺纳卡